我們看這一題 它問說,讓這個負函數連續的區間是哪個區間 那我就直接把它帶進來 這個等於什麼呢? 這就等於根號 這f的話是根號 x代計x x就是9-x的平方 那麼,讓這個函數連續的區域就是它的定義 能夠讓這個函數有定義的那些點都是 那些點就是說,你這個要大於等於0 也就是9-x的平方 要大於等於0 那也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x平方-9的話是小於等於0 然後x-3 x加3 它小於等於0 所以一個是,它是小於等於3 大於等於2-3 也就是說 它的那個 能夠讓它連續的 那個區間 是哪一點? 能夠讓這個連續的那個區間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戶3跟3之間 在這個區間的話 它這個函數它是連續的 那這個的話,事實上也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定義 所以這個事實上的話 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這個戶2函數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然後接下來他就問 問說 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 初等基本函數 在它的定義 是不是都是連續? 是 一個 初等基本函數 在它有定義的地方 它都是連續的 我們曉得的華人就是說 長數函數 還有什麼?密函數 密函數 或是說 這個是一個長數 任何一個長數 密函數 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三角函數 像sin cos 三角函數 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 反三角函數 反三角函數 還有什麼? sin cos tan cos 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是那個 初等基本函數 還有什麼? 還有指數函數 指數函數就是 A的X次方 那A的話是一個長數 比如說 E的X次方 這個是指數函數 還有對數函數 這個是 以A為底 X 對數函數 LOC 對數函數我把它寫在這裡 對數函數 對數函數是指數函數的反函數 這個也是一個初等基本函數 比如說 舉個例子 比如說 以E為底 LNX 這個都是什麼呢? 基本初等函數 這個基本初等函數的話 或是初等基本函數 初等基本函數 在它的什麼呢? 定義上面的話 它是連續的 所以 初等基本函數 它們是連續函數 而且什麼呢? 而且事實上 它們之間的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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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那個 四者應算 或是說 形成互核函數 這個我們稱為 初等函數 這個初等函數的話 在它定義上面的話 也是連續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那個初等函數啦 首先 它什麼呢? 這個是初等基本函數 這個也是 那這個不算是 這個是等於兩個 初等基本函數的相減 四者應算 這個是初等基本函數 這也是 然後兩個初等基本函數的話 做四者應算 那這是一個初等函數 一個呢 初等基本函數跟 初等函數的話 這個 複合 複合完以後 形成這個函數 那它的定義 它的定義的話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這兩個定義的話 取交集 取交集 就是說你看 這個的話 它的什麼呢? 也不能說 也不能說取交集 就是說 讓這個函數 讓這個複函數 能夠成立的 那個什麼? 那個區間 就是它的定義 它的定義的話 就這個 這個 不一定啦 我來講一下 不一定 不過按照什麼呢? 按照一個函數 它本身的自然定義 一個函數的 它的自然定義 什麼定義呢? 它的自然定義就是說 自然定義 定義 定義 一個函數 它的自然定義就是說 讓這個函數 能夠成立的 那些點 鎖成基合 那些 變數 鎖成基合 能夠讓這個函數 成立的 它的區域在哪裡? 在這區域在這裡 在這區域上面的話 它每一點都是連續的 這是一個什麼? 這個 壁區間上面的 那個什麼? 那個函數 它這裡的右極線 這裡的左極線 也都是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所以端點也是連續的 那內點它也是連續的 所以的話 這是一個連續函數 所以我們就想著說 初等基本函數經過四則運算 或是經過附和 形成的初等函數 這一類的函數的話 在它定義上面 一定是連續的 也就是說 這些函數 它都是連續函數 然後再用來 再用來 再用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